我們來第十題 他說兩星球相距低 質量分別是M1跟M1 繞著共同的直星再轉動 兩者的周期是多少 這怎麼做 我先把 例如說我叮入這個 我就算他的周期 他的周期等於他的周期 我叮入這個 現在問題是 他繞著這個直星再轉 首先 這個R等於多少 這是他的軌道半徑 這叫R2 R2等於多少 因為 這個直點到直線距離跟質量成萬分 所以這是小M的 M2比上M1 所以R2的話 我們不知道 等於是我把D 我把它分割成M1加M1等分 那他的N1等分 這叫R2 那R2算出來的話 那他要算什麼呢 算他的這個 算他的周期 那算他的周期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他給他的這個外引力 提供向心力 外引力就是 D平方之Z M1 M2 等於M2 乘以那個向心交度 R2Om0 R2Om0 那我把Om2先算出來 M2消掉 這就是 Om2 等於Z M1 除以D平方 再乘以R2分之1 R2是這個 就 M1D 分之 M1加M1 那這樣 變成D3之方 那Om2 Om2 就等於多少 更好 Z M1加M2 除以D3之方 Om2等於多少 Om2是等於2π 除以T T 就算出來 等於2π 乘以這個倒過來 大法也是 Z M B 加 M 2 阿分之 B 三十八